我们上一次说明了自尊仁波切呢 他学法的情形 还有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年轻的那一个时候 就是在自尊仁波切的那一个时候 西藏的道博士当然是非常的多 所以那个时候呢 自尊仁波切呢 他的奇特的士气 学法的奇特的士气 上一次呢 我们说明了 那么在那一个时候呢 自尊仁波切可以说呢 在西藏他的那个时代 他那么多大博士里面 他已经成为一位呢 非常殊胜的大博士 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情况 他花了很多的想了很多的办法 想要去印度 对 如果爷爷 别人有技术 他开玩笑 他没人家 会算是 那不会跟解决 就要一般 然后 我们去拿走 也不可以 做一个 的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那个时候啊 在印度本身啊 班兹达大博士啊 瑜伽士啊 有名气的啦 有成都者也很多啦 所以至尊仁波基的想法想说 去印度呢 去拜见他们 那呢 询问很多的疑点 那呢 应该会有很大的利益啊 所以当时呢 他才有这样子一个想法 想要去印度啊 同时也用了很多办法 要去进行的 那这个 he 是 已经 到这一段什么 拍子 啊 之前 我们 也不可以 找出来了 他 从来 他 有 他们 又 这 人 这 样 吴 他 但是没有人在研究中, 但是没有人在研究中, 在研究中, 你们把研究中心的人讨论在研究中, 因为没有人在研究中, 所以我们可以在研究中, 那么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当时这个至尊仁波切 他得到了一个授记 就是大力金刚手 大力金刚手给了他一个授记 所以如果你去印度的话 会等同于印度的大博士 会成为像印度的大博士一样 那个成都一样的 成为在印度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博士 跟印度大博士一样的 但是如果去印度的话 寿命上可能有点点障碍 其实对西藏不能产生什么帮助 但是如果你能够留在西藏的话 那在西藏会发扬圣教 使圣教发扬得非常的奇特 这个上面的贡献会变得非常的奇特 所以把这个授记 至尊仁波切号的考虑之后想一想 就决定留在西藏 在西藏会发扬的 在西藏会上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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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西藏会上有点 所以这种真正的 在西藏会上有点 跟西藏会上有点 不错 那么在自尊人伯爵的想法上面 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是想说 这个去彻底精通大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原因是因为大论上有很多关键难处 那尤其是法医上面有很多监设处 那就这些监设处的部分 譬如说显教的教法也是如此 密座里面的教法也是如此 都有很多的难处监设处 那对这些监设难处 自己有很多地方都还不能够明确的确定 这其中尤其是空性 空性里面主要是中观的思想 但中观的思想里面主要是越成菩萨 中观应成派的主张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监设处 没有办法明白的确定 所以自尊仁波阶当时的想法就是 这个一定要非常的确定 把它理清楚 会懂得明白清楚 在这个上面的需求性非常强烈 是有很多筏的问题 如果在文化, 还会认为 在文化, 仁波阶当时, 也会认为 就行了 我们为了很多策则 都很是相对的 会认为 那么正确定 如果这样 我们在文化 过上 应该 别人 有很多策则 在文化 都可以 或者 他提供的读者不给他, 他不给他郎伯父生的读者不给他, 他的读者不给他, 他不赶紧张又不给他, 他不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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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赶紧张, 他不赶紧张, 我也不赶紧张, 我不赶紧张, 这种人的读者不赶紧张, 那么在当时, 也进进了尊德文书, 那见面的时候 亲拜见的时候也得到很多的开示 但是仍然向尊德文书报告 说文书所开示的这些内容 精神难以了解 可是尊德文书又做了一个指示 说那你把它写成文字 写成文字之后 以后慢慢看几年几年 以后逐渐逐渐就会了解了 那尊德文书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开示 但这个问题 资深仍然会细细地好好地想一想 就深入地想着这些问题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某一天 那尊德文书又有一个硕计 硕计说 那现在你去 气息 他记者是什么 那当然 但是但是 在没有生育理中了 但是 在我们的生活之后 还有 我们从耳朵来 有一个人装饰 但是 我们在开机窗地 我们在开机窗地 我们在南下 我们在这个面前 我们发动了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个境界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西方 我们在这个境界 他们在广告 我们在那个境界 我们在这个境界 如果能无论 我们他来的 我能紧到 在涅苹 下次再配上看 但是呢 当时呢 因为正在宣讲好几部大论 天法的地人都 所以呢 想说如果这个时候 弃者世俗的 丢掉世俗一切 弃者世俗的话呢 那这个恐怕不太理想吧 因为现在呢 在弘扬大论呢 那使圣教广大发扬开来 很多人听问 很多人都能够了解 正在这样一个时机 那呢 主要的上司 自尊任波杰 主要的上司是 尊德雷达瓦 那任达瓦呢 也说啊 现在不是在宣讲大论吗 那不是把圣教发扬光大 变成已经很 已经很光大的 正在广大发扬的时候吗 所以呢 还是宣讲大论比较好啊 就做了这么一个指示 是这样子 确实也是如此 但是啊 尊德文书就指示 算来现在呢 应该气舍世俗的一切 那就奉了尊德文书的指示之故 所以自尊仁波切就决定了 就气舍世俗 那可不是饮 Flex colour 那怎么没人 науч尊德文书的实对 这可是你的生活会选择 哎呀 但是 vedere 在当时因为西藏里面的至尊仁波切名气非常响亮 而且是大博士 这样一个时候 当时中国的皇帝 中国当时的皇帝 中国当时的皇帝 就派人 派人 请人派人 派这个大使来 说引寝了至尊仁波切去到中国 然后会把他奉为上司 这样子来做一个邀请 连续派了三次 这个代表来谈 但是至尊仁波切都没有答应 也没有去到中国 首先派代表来说中国皇帝 史诚派代表来的时候第一次 第一次没有碰面 因为第一次 那个至尊仁波街知道了解说 有派了一个代表 一位代表来了 但是当时他有事前 就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没有碰面 这第一次 他当时也能去 布尼斯基拉西亚 是我们的 西亚基达的 港帝去 陆菲池的利益 你能不能去 那你这个 基督当当的 斯坎啊 就是呢 现在在 现在西藏 赛拉市 赛拉市附近的一个岩洞 在那个岩洞 那个山洞 那个岩洞 那至尊仁波街 就去那边 做禅修闭关 他自己去 连那个弟子 四者 一位都没在 他自己单独 他自己单独 所以当时中国的代表来了 来了之后呢 就说呢 要去拜见的 自治人仁波街 搭在什么地方呢 可是弟子呢 也坦白讲说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自治人仁波街 根本没有对任何人讲 也没有说过 所以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知道 所以没有说谎 只是告诉他 确实不知道 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 所以中国的代表 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现在的一年 我们在日本肯定的一年学习女士 都经历我们的一年学习孩子 我们将应该接触我们的一年学习女士 这样一年 在联系学习女士 所以我们继续自己的一年学习 三十七七十年代, 人们就参与他,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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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讲这? 三十七十, 三十七十, 三十七十。 是,是, 三十七十, 三十七十,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 那么后来呢, 又来了一次代表, 所以呢,他呢, 完全呢, 是, 世间的一切呢, 完全, 世俗, 俗世, 世俗,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的。 那他心里面放了什么? 他的想法呢, 在佛法之中有很多见识之处, 特别是空性上面的难处有很多啊。 诶, 这些难处我一定要了解吗? 他心里面这样想了哦, 是呢, 舍弃世间的一切啊, 去, 去, 去做闭关。 所以呢, 在那一个, 弃者世俗的那个时候啊, 他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还是算钱还是年轻的啊。 但是在这个之前啊, 那 的名气已经非常想亮了。 他, 师弟俗词的词词, 也有很多, 斯里芦鲁贵佛, 爵蒙和、陈香鲁和、陈森和、陈森和前边。 他, 臣子和陈森和、陈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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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森。 变慢的要摩擦慢打盘嘛 所以南省古形修了非常久 所以那个石板都变得非常的光滑 已经被他抹平了 现在都还可以朝败得到 当时他没有人的报道 但他没有人的报道 如果他的报道还没有人的报道 在那里面做了 他没有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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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们的读题,我们的读题是在读题上, 但是如果问他为什么男性苦行来修这些法呢 这样做呢 男性苦行 他呢 为什么这样做 问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呢 圣文书 尊德文书 圣文书呢 有硕计过了 就是 赤尊仁波基 他男性苦行 谢曼达 那就算是 就 谢曼达的方式是男性苦行的 这是因为呢 尊德文书有受计预言过了 有受计过了 因为呢 赤尊仁波基问很多问题 尤其是空心上面问题 还有在密座圣教法上面的 关键处 监设处很多有问 那问的 问的这些呢 非常监设的法医 还有中关空心的法医 问的时候呢 这些非常有必要要去了解 那 那尊德文书就受计了 就是说呢 这些监设处 如果你要了解的话 第一个 圣解上师跟本尊尊德文书 无二差别 去做禅修 第二个 那个大论呢 要再三再三呢 去好地阅读阅读 再三再三阅读 多阅读几次 第三个 要勤快地去做七知分 因为呢 透过七知分累积资量 消除最上 这个要勤快地去做 这里 这三项要注意了 那奉了尊德文书的受计 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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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能不能完全做了 这些能不能做了 那这些能不能做的 他是他们健康只是 était教人的? 在家里的学校上,在家里、家里16号上来做的量 。 这是最好的一切。 从公里说,看到イ nghĩ的。 一般来讲的至尊人波前的经常可以拜见到诸佛菩萨,无论何时啊 那也无论何时都能够拜见到尊德文书,主要主要可以拜见到尊德文书 那某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不是直接拜见是做梦,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那在梦境之中就梦到这个佛啦,佛附论师,聚德佛附论师啦 悦生阿瑟里啦,佛附阿瑟里啦,好几位印度的大博士 这几位印度的大博士呢,在讨论那一个圣圣的空性的法义啊 这其中的佛附论师就拿着他的注解叫中关佛附注 拿着他的注解中关佛附注啊,就放在了至尊人波界的手中说 这个书你好好保管一下,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梦 有什么时候,他就把你拥上人了 当时,他人们就做了一切,他就做了一切 就做了一切,就做了一切,就做了一切 就做了一切,就做了一切,就做了一切 那么隔天醒过来之后就有一个人来拜见四尊仁波切 那供养了一本书献上了一本书 那这尊仁波切把这个书打开来一看 就是中论佛护著 就是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了那部书 中论佛护著 中关佛护著 所以他就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高兴就把这本书 仔细的翻翻看 顺手就翻翻看 看看里面的解释 一边顺手翻翻着 中关佛护著 社部论典 一边看看 顿然在一时之间 顿然 以前监视难懂的地方 困难的难处 一直霍然开解 在他的内心 好像明亮的起来一样 马上霍然开解 那在这边 如果您的用上,您可以试试一下 若是按摩柱的作品 您们的收集,转手的转转 而您有什么考虑感觉 您不试试试? 您可以试试一下 您不试试一下 您能买出任何要功试 您能试试一下 您能试一下 您的香菇 您能试试一下 您能够试下 您能试试下 就自尊仁波皆然在那天 就证悟了空性的法义 因为平常的都再三再三的去思前 想后再三思维 那很多能监视出难以了解 可是今天翻阅翻阅 佛户住的时候 内心顿时开朗 霍然开解 所以当时立刻就对佛 佛世尊就产生了不共殊胜的信心 在内心生起不共殊胜信心的当下 不由自主自然而然的 就对佛世尊起了赞叹 因此就写下了元起战 所以元起战为什么非常重要 是这个原因 因为是宋科巴自尊仁波皆 在证悟空性法义的当下 对佛又产生了殊胜不共的信心 在那个殊胜不共的信心 又证悟空性法义作为基础 在当时对于佛不由自主 就产生了赞叹 那个赞叹就是元起战 所以元起战就非常重要 所以呢 赞叹仁波皆的特色呢 在什么地方呢 其中一项特色呢 就是在西藏这个地方啊 把中关的建地 中关的建地啊 把它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 就是把它弘扬的非常广大 还有弘扬的非常明白 不是毁安不明 没有毁安不明 把中关的建地呢 把它弄得清楚明白 大家容易了解 不是毁安不明 其实把它发扬到非常广大 很多的地方去哦 这样的一个特色 请不吝点赞叹 当然一般来讲的空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大家也了解 空性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解脱也好了 成佛也好了 那主要就是要靠空性 那不用讲空性就非常重要了 问题是知识能不能现在去弘扬 那个空性了 那他了解到空性的重要性 就刚刚谈到了 解脱成为要靠空性 所以他了解到空性的重要性 那为了要政务空性之故 难行苦行 那一个 思维再三难行苦行 都为了要政务空性之故 所以在空性上面 政务之后在空性上面 就做了很多的阐述 写了很多的书 一般通称为中关五部论点 在西藏里面他的行与事迹的一项特色 有一项第一项有一项特色 非常大的特色就是 跟其他的大博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把中关的教法 阐述的清晰明白 做到广大的发言开来 这可以说是知识能不能现在的主要的行业 但是这个指定把这个学校的学校 都让他们去描述 跟其他的学校的学校 是一个学校的学校 所以我们去做这些学校的学校 在学校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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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如果你的机会 这样可以获得 这是 这样 是这样的 不过一个大部分的提供 然后就像 这样那样 去称 这种基的说法 如果你是这样 必须要紧张钱 我们需要线赏 就像这样的 Bowl 和 这种独播 中间 打赏 我们需要线赏 就像她说虽然的 有点 说 太陽就好像在朝伯父上吃光了 除了多如沒有召唬沙漢 如果沒有召唬沙漢 你是拿去估讀的 但是他都說 你是不是會しela 你是不是會有帶來大陸 你會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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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多留意 你會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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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想起 那么 另外一项特色 另外一项特色是禅修上面来讲 在禅修上面禅修当然主要就是修等词 修安子 那当时呢在西藏啊关于禅修上面的 修等词修安子上面来讲主张很多 派系很多 那当了至尊人不过去详细去检查去 去仔细去分析他们的这些主张的时候 有一些派系的 谈到呢等词应该怎么修 安子应该怎么修 修到呢细而为细啊 可是呢至尊人不过去检查的时候发现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呢安子的条件不齐备 等词的条件不齐备 只是类似类似好像好像 但是其实不是 所以至尊人不过去就特别去阐述 安子要具备这些条件 等词要具备这些条件 所以呢在当时就禅修的这个部分 那呢中科巴大师呢 至尊人不坚呢 特别去讨论 安子要具备什么条件 等词要具备什么条件 所以在禅修的上面呢 做了非常大的正本清源的功夫啊 这个是另外一项非常大的声音 在 relieve濟乜時合乏 牙齒 pizza Ether, 牛煮�내 牛煮酸牛煮你 啊 嗯 嗯 一试清楚什么呢? 免得清楚。 试清楚 ¿ Leadership? 我的工作出 NHAR-SHARGA 识看甚至那一试试的时间。 YAR是第一试试的, 这一试试就 DoitudeNews发为另一试试的原因来说 方法 gern读解随信的低试郭同学。 tylko基本上十字技巧, 我学传在学教品中 , 心覆务略给一试生打举你。 但是至尊仁波切在禅修上面的正本清源做开示 阐述的非常的透彻是因为它都有根据 它根据了印度的大博士 那印度大博士里面的主要迷路户主所开示的大圣经庄言论 那盛者吴佐所开示的五部地论 那里面的都特别的去阐述 安子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等子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所以至尊仁波切阐述的非常明白 因为完全根据印度大博士的论点里面所做的说明 所以在这个上面 在禅修的方面特别特别做了正本清源 这个也是至尊仁波切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形影 就是说明我们这里也会有点大博士的论 然后就像我们一样的一样的论障礼 那我们在这边都在满转鱼 就像我们在满转鱼 一样的论障礼 但是我们在满转鱼 那我们就像我一样的论障礼 所以前面谈到的是见地方面的行业非常的殊胜 观修上面的行业非常的殊胜 那其次呢 这个呢是在见地上面做阐述在观修上面做阐述 这至尊仁波教呢非常奇特殊胜的地方 就跟其他大博士来讲 比较起来更加殊胜之处 其次是行辞 那行辞方面呢在当时的时代 西藏本身的出家人圣人很多 寺庙很多 这个呢 这个呢 这写的那写的 视频道 我许对整个人有点正常的 但是没有人有点正常的 在这里 正常有点学习 所以那么至尊仁波界就就阐述了 呃说呢这一个至尊仁波界就做了一个阐述 至尊仁波界做一个阐述 这个要根据绿点 在佛所开示的戒律 平纳耶继绿点里面 都有谈到规矩怎样做啊 还有呢生重生前的话 每天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方式啊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那至尊仁波界就根据佛所开示的律点里面呢 作为根据啊 细而维系的部分 就做了阐述 做了一个说明 在这个上面呢 至尊仁波界呢 弘扬的阐述的很清楚 这个非常的奇特殊胜的 那么在当时 在当时呢 至尊能波界的这些殊胜的行仪 殊胜的事迹啊 非常的奇特啊 所以在他的正本情缘跟弘扬之下 西藏的出战 就那个时候的出战 那个时候的深重深浅呢 就成为了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变得非常的纯粹 我们现在纯粹讲 白话讲就是high quality 就是数字变得非常的高 跟以前不一样 数字变得非常的高级 所以在当时呢 西藏雪乡这个地方来讲啊 那呢出战人在绿点上面的行持 变得非常的殊胜 所以呢就当时 从至尊能波界之后 生人出战人生人 在禅修方面的 在行持方面的 就变得呢 品质非常高 变得非常的纯粹 就数字很高 很纯粹了 这个是中科巴大师 至尊能波界 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 在绿点行持上面呢 那他弘扬的贡献非常的伟大 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奇特殊胜的行仪 还有另外一项 另外一项是在西藏本身 密宗圣们的圣教 密宗圣教的弘扬发扬上面 这个也是志尊仁波基一个非常伟大的事迹 他在养股中和其他人都说,在养股中和其他人的目的 他在养股中和其他人都说,在养股中和其他人会说, 所以在当时自尊仁波切也曾经开支过 所以在西藏这个地方对密座圣门的需求心非常的强烈 那也都想要去阅读这些密座圣门的典籍也非常的重视 但是密座圣门的教法佛世尊开支 开支之后在密座圣门的教法上面注解由 就是户主龙树 圣者提婆 圣者月称 他们的注释也很多 所以参照佛世尊的开支跟这些注释的典籍之后 把他们配合在一起撰写阐述说明中科巴大师做了 使密座圣门的圣教广大的发扬开来 在这个上面洪传的事迹非常奇特 是 这种状态是我们的状态 侧根据什么 这种状态 治疗的状态 这种状态 但是 是这种状态 他们的状态那个状态 他们酷刺吗 但是这种状态95 这种状态有了 在这种状态 为什么因为状态 但是 不可以在那里面不做的 在其中一方面不做的 但是在眼睛在眼睛 那在眼睛在眼睛 不是在眼睛 但在眼睛的眼睛 因为在眼睛在眼睛 那在眼睛在眼睛 不做的 都没有在眼睛 但是在眼睛在眼睛 不做的 还有在眼睛在眼睛 那么就中科巴大师来讲啊 他的事迹呢 如果说呢再三阅读再三阅读的话呢 就会发现了他的事迹是 形仪事迹是非常奇特殊胜的了 那特别是呢 那个密座圣们 密座圣教的发扬上面呢 那非常的奇特殊胜 使密座圣的教法呢 广大的发扬开来呀 那呢中科巴大师的全集18部 但是呢18部啊 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啊 上次有解释过了啊 虽然全集是18部啦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因为他里面呢都是讨论到监设处 那中科巴大师做任何阐述说明 注解的时候啊 都会把那个监设处阐述的很明白 一般大家知道知道就不必再做说明了 可是他会把那个监设处难以 难以了解的关键监设处 阐述的非常清楚啊 所以呢如果仔细去看呢 虽然说是18部啦 但是仔细去了解他内容 那就是包罗万象非常多的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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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尊仁波切本身在中关建地上面 南行古行 做了很多的学习 所以在自尊仁波切的全集里面 在中关方面的阐述就非常的多 那另外就是自尊仁波切本身的 对密宙圣门就作圣圣教 他非常的重视 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贤解千佛 贤解千佛里面只有三尊佛 有密宙圣的教法 除此之外其他诸国呢 全部都只有经教圣门的教法 没有密宙圣的教 只有经教圣的教法 没有密宙圣的教法 那现在在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就有密宙圣的教法了 那这个当然非常奇特殊胜了 那自尊仁波切也了解到这一点 对啊 那释迦摩尼佛的教法就非常奇特殊胜了 因此之后呢 他在这个 自尊仁波切在密宙圣门的方面 特别勤快的去学习 而且特别深入的去学习 还有呢 特别把它做了一个阐述 所以在拳击十八部 拳击十八部里面 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在阐述 作圣圣教 他在拳击十八部里面 因为我给你学习的 他在拳击十八部里面 如果我给你学习的 在拳击十八部里面 就会找到拳击十八部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带到拳击十八部里面 所以在至尊仁波切当时他已经是大博士非常有名气的 然后他也做了很多的成修了 可是在当时那个时代 就宗科巴自尊仁波切当时的那个时代 当时那个时代就西藏本身 据说出家生人 衣食住行生活方面 住处方面 都是非常的简弱的 当时就是假设师父稍微有点名气 都有点聚集 但是无论如何 总体来讲 深重来讲 生活方面 意识住行上面 也都是简弱简弱的 那当时呢 至尊仁波切的地址很多 那他年纪也大了 那地址很多的情况之下 就考虑到 就许多地址建议就考虑到 那是不是应该 要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来学习教法比较方便 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大众的住处 应该盖一个寺庙吧 就考虑到这一点之处 所以至尊仁波切就新建了 跟当时 所以当时的生前可以说是非常的纯粹 品质水准的品质水准品质都非常的高级 因此之功就是根据绿典上面就会谈到 就生前本身他的意识处形应该如何如何做 还有绿典有谈到就生前本身他住的屋子应该怎么怎么做 当时自尊人不切盖甘丹寺的时候 他是完全根据绿典 绿典里面的譬如说出家应该日常生活 应该怎么怎么做 做的知识应该怎么做等等都有谈到 不仅如此连那个屋子的尺寸大小 如何如何都有谈到 所以中科巴大师当时盖甘丹寺 完全是根据绿典谈到的尺寸来盖 对于是阿尔杨的尺寸 如果我能够认识他这种人家的事 是根据绿典谈到的尺寸 是根据绿典谈到的尺寸 我是根据绿典谈到是根据绿典的尺寸 是根据绿典谈到的尺寸 不要只要是根据绿典谈到的尺寸 还是根据绿典谈到的尺寸 那么 当时朱镇仁波接的地址也很多啦 地址里面名气想要发明气的也很多啦 但是呢在盖 盖这个甘丹寺的时候啊 负责主要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就是因为完全它的尺寸 大小高大小尺寸如何如何 因为要配合绿点嘛 所以要精通绿点怎么 配合绿点来看 哦这个物质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干 所以当时负责的负责看管这些工程的主要 就是贾超杰仁波接 贾超杰仁波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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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呢负责工程 其实类似像工头一样负责工程 整个照料照料工程 工人应该怎么怎么做 照料照料那个工程 督工 监工督工的意思 就是甲超杰仁伯欣 那甲超杰仁伯欣那不用讲 因为他也是大博士 当然对绿典都很熟悉 所以他才有办法去督工 告诉工人怎么做 所以甲超杰仁伯欣也想 因为是自己的上司 那作为逝者去城市上司 也是应该的 所以就去照管整个的工程 所以寺庙就盖好了 所以甘丹寺就盖好了 那因为甘丹寺盖好了之后 名字叫做甘丹寺 所以后来 自尊仁伯欣这个派系 后来就被称之为三居甘丹派 三居甘丹派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 因为当时派的第一个寺庙是甘丹寺 因为当时派的第一个寺庙是甘丹寺 但是实际上甘丹寺这个名称呢 包括了宗喀巴大师的名号 其实都很多地方都有塑记过 就是佛经里 很多佛经里面有塑记 论典有塑记 都有谈到 未来呢 至尊仁伯欣宗喀巴大师 他诞生的情形 他的名字 甚至连了新建甘丹寺 这个在许多的经论里面也都有塑记 但是今天我们时间上也不必去引进去 只是要说明一下下 许多的佛经论点里面 其实都曾经塑记过了 但是在许多期间 支持进去 亚人杀我 我们先看 制造广东西 这种做成为 我们年 Harrм楼 都不肯定 如果将军 从事码 开门 上 有 在马尼 自尊的摩西盖的甘丹丝之后啊 那因为呢 经常在大昭寺 大昭寺的道婆像 那个九卧道婆像 大昭寺的九卧道婆像 在那个地方啊 就办的祈愿法会 就深重聚集 然后呢 来发愿祝福念诵佛经 这样的一个祈愿的法会办了 然后那呢 办的很大也很多 那呢 经常经常的在大昭寺佛像前面啊 那呢 修法念诵祈愿文修法祝福呢 佛陀的圣教能够广大的发扬 那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幸福快乐 也经常做啦 后来就流传开来 就变成那一个祈愿大法会 甘丹祈愿大会 格鲁祈愿大法 后来就形成了 那最初最初 这样子来开始的 那这一切的众生都能够 地说 但是你知道 每天都不来就 使得不来很久 但是这一集合于我们下方的生活 那么我们在我们下方的生活里 然后 我们的生活里 搞的都在生活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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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上 وا馋你的对于 顶上宫在哪个店里吗 那当时的这一个葛鲁的起源大法会的起源是因为这个样子 就是在新建甘丹寺的前一年 譬如说明年 假设说明年要新建甘丹寺 那如果这个寺庙盖好的话 在弘扬圣教上面利益众生上面 当然贡献会很大对不对 那希望这一个工程能够非常顺利 所以就在大昭寺办一个修法 一起修法祈愿祝福 希望能够很顺利 最初这样子来的 那以后又常常办 所以后来在西藏就形成了格鲁的祈愿大法会 最早最早是这样来的 可是从格鲁祈愿大法会形成之后 流传也很广大之后 慢慢慢慢的就有 沙家派的祈愿大法会 明马派的祈愿大法会 嘎举派的祈愿大法会 后来就四大家派全部都有祈愿大法会 所以杨奈自尊能够见到他的发愿的力量 前辈子前辈子数字发愿的威力之故 所以使得佛法在西藏 就弘扬得非常的广大 非常的奇特 所以呢就自尊能够见来讲 他发的愿望呢 主要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主要就是佛陀的圣教 无论何时都在发扬 都能够流传发扬 这个是志尊能够见的 他主要主要 无论何时都在发这个愿望 最后代表了 第一 总朋友快将剑立挂 发自了谅网 谈述的 我在做了好仙哈 我喜欢一些去了 在 Facebook和小鬼 因为我认为大黄能 很érience提 cher anche还有好仙 就 啊这个是非常殊胜奇特的了 就中科巴大师至尊仁波切来讲 在佛陀注释的时代 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佛陀注释的时代 那佛陀注释的时代有一天啊 他就告诉木剑连 给了木剑连一个法罗 白色白海罗 一个一个海罗 那跟木剑连讲的啊 现在你把它埋藏起来 那个埋藏的地方呢 就现在甘丹寺的后面了 你把它埋藏起来 埋藏好的时候 未来啊会有一个奇特的 奇特殊胜的师父 他会运用这个法罗 做了广大的去弘扬佛陀的圣教 对啊 那 你怎麼說的? 所以呢 这个是当时佛曾经这样子授记预言过了 那奉了这个指示呢 木剑人呢就 用运用他的神变呢 就把他埋葬起来了 那个埋葬的地方就是现在甘丹寺的后面 那呢 所以后来啊 就这能波街就新建甘丹寺嘛 那新建甘丹寺呢 就把这个海螺呢 就取了出来了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扶葬法 扶葬法吧 那取出来之后呢 就就运用了 现在还放在 存放在甘丹寺里面 在这吧 那你需要再起作这个 但是这一个扶葬法 所以说 这点就是 这种扶葬法 就算是 在这种扶葬法 就算是 在这种扶葬法 而是 在这种扶葬法 在这种扶葬法 里面 就像是 有一个扶葬法 在那种扶葬法 也就是 要不要 放在这种扶葬法 我 都可以 把扶葬法 然后 这是 所以就发大的愿望这个方面来讲 平常自己广大的发广大的愿望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自尊仁波切来就发大愿望的时候 譬如说佛陀的圣教 长久流传广大发扬 片门虚空的众生都能够幸福快乐 这个都是广大的愿望 那在这个上面 自尊仁波切就发了奇特殊胜的愿望 经常发愿佛陀的圣教广大发扬 依靠这个大愿之故 所以后来他就把佛陀的圣教广大的发扬开来 对于这些大愿望 在这些大愿望里面的发扬 在这些大愿望里面的大愿望里面的发扬 所以自尊南波界的四季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的 他的行仪可以说是非常奇特殊胜的 他所发扬开来的宗派格鲁派 格鲁派在西藏我们上次有谈到四部中义 就四个教派四部中义 四部中义里面无论如何 那自尊南波界他所发扬的格鲁派 在四部中义里面形成那是最后 最后才有格鲁派 可以说是最后所形成的派系 可是虽然是最后形成的派系 可是他在西藏却发扬的最大 那应该都是在西藏华修清里面形成的派系 不要就,不要就不要在家中和人上 但是我经常估计会, 不是人家在一起, 但是不习惯了, 不是人家都很高意的, 人家都很高意的, 很高意的, 而是那些人, 是如果和人家都很高意的, 要补充一下下 德尊仁波杰在西藏 他把这一个特别是空性的建地 中文的建地 把它发扬得非常光大 那贡献非常的伟大 在这个上面来讲 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到 还有为什么成效效果 贡献这么卓助 成效这么卓助 贡献这么伟大 原因何在呢 因为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代 那当时就是中科 德尊仁波杰 他前世前世以前以前的 那时候他是一个小孩子 就印度的小孩子 在印度诞生了一个印度的小孩子的 那这小孩子去拜见了释迦牟尼佛 拜见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 供养了一串这个水晶的念珠 那供养就透明这个水晶念珠有没有 他供养一串水晶的念珠 那供养给释迦牟尼佛 在释迦牟尼佛的尊前就发愿 说了以后啊 这个佛 以后呢在边疆的地方 佛陀的圣教呢 很没落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发扬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呢 我要广大的去发扬呢 中关的教法 还有呢密作圣的圣教 使他广大发扬开来 就是以后呢 边疆的地方啦 佛教呢 一点点一点点没有很 没有很兴旺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要让中关的教 中关的建地 让密作圣的圣教 广大发扬开来 他当时发了这个愿望 所以在当时呢 在释迦牟尼佛尊前呢 他发了这么一个大的愿望 当时他一个印度的小孩子 所以呢 以后啊 靠着这个发大愿的威力 以后啊 在西藏啊 那至尊仁波谦呢 就使啊 中关的教法啦 特别是密作圣门的圣教啦 就发扬的非常 过半数以上啊 大多数的篇幅啊 其实都是在 陈述密作圣门的圣教 那其次呢 就是中关的教法 在陈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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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当时呢 那至尊仁波谦心里面这样子想 他在仔细的思索 仔细想一想 如果说要让佛陀的圣教呢 广大发扬开来 发扬的很广大 而且呢 流传又能够久远 很久很久 流传很久很久 那应该怎么做呢 假设啦 没有寺庙的话啦 那恐怕没有办法 有很大的帮助 那假设啦 如果有寺庙的话呢 那这个利益就大了 就能够使佛陀的圣教 发扬到很广很广 还有流传很久很久很久 就考虑到这一点 因此呢 就只是了 因为当时 至尊仁波谦的地址很多 即使里面有大名气 大博士的地址也是很多 所以呢 至尊仁波谦就指示地址们了 就按照顺序 逐渐逐渐了 就盖了 折磅寺啦 社啦 所以才新建了很多寺庙 所以自尊仁波谦的事迹很多啦 还有他的传记啦 如果我们仔细去阅读阅读的话啦 他世纪里面谈 世纪里面他的特色啦 譬如说博学啦 撰写啦 贤德 贤德就心性善良 心地善良啦 就学问很好啦 写书啦 心地很善良 有没有 这个叫博学的功德 赚助的功德 跟呢 贤良的功德啦 这些呢 都非常的极特殊胜 所以如果把 自尊仁波谦的传记 还好地读一读的话呢 那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 自然而然的 在内心一定会产生的 殊胜的信心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撇开中科巴大师的事迹 这个我们不要去讨论他 就是他的 他的 博学啦 词戒啦 心地善良等等 这个我们不要去讨论他了 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地址 那他的地址呢 很多 他的地址的 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地址 那很多 很多呢 很多地址有大名气的 那这些很多有大名气的地址 这些地址本身呢 也是博学 借的也非常好 心地善良也非常好 这种大名气的地址也很多 如果我们把这些地址的事迹看看 哇这么厉害 那他们的上司是谁 他们的上司就是自尊仁波切 如果这样想一想 哇那自尊仁波切非常殊胜 那就不用讨论了嘛 是 这个也有iller了,做起案的问题 这里有很多问题,要不要评 tough, 但是现在,我们的 instructors也是有很大的疑似的 这是从中性感到的问题 认为想要一直在学习看待不会有重开竭的问题 但是识重看待的话,就必须在学习看待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工字都吃完 所以大家如果说 对于至尊仁波切的传记 好好的去阅读阅读 这有中文 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阅读的话 那在至尊仁波切的传记里面 所谈到的他的殊胜的事迹 还有他所开示的教点 好好的读一读的话 内心一定会发生改变 而且对至尊仁波切产生 一定会产生的殊胜的信心 跟以前不一样的信心一定会产生 所以以后有机会 把至尊仁波切的传记 好好的耐心的 好好的阅读阅读的话 一定非常好 那么就自尊仁波切的传记也好 那么就自尊仁波切的传记也好 那主要的就他的见地观修行持 这个三方面 这个我们选择了重要重要 关键关键重点重点之处 就做了一个简略的说明 所以大致上的至尊仁波切的事迹 就全体全体 我们把关键重点 今天晚上大致上就把关键重点 就讲解完毕了 那主要今天我们特别要谈到呢 就我们平常所学习的是广论嘛 那就广论而言 那至尊仁波切撰写广论的这个内容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一定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们的尊仁波切的私大师 是过去做多猜沙 在我论下roffen 这就是不论 在这里 我论读力的 你数码 看到 你数码 那么 真正 对 我论读力 那么 在这终身边 是 那么 在这里 所以这里有些人生的计划,对他们来说, 他们有些人生的计划, 所以他们有些人生的计划。 那咱就这一个,至尊仁波切他写,广论不调自治广论, 其实广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那广论呢 当然主要他的所全宗旨是三世道次第 三世道次第就是佛陀所开示的教法 教法里面谈到禅修的内容 那禅修的内容 他的信耀精华集合在一起 那就成为了三种四夫应该怎么怎么修 所以呢广论的所全宗旨是三世道次第 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写这部书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总顿巴的安住之处 总顿巴的居住处 那这个地方叫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乐政 当时呢总顿巴盖的寺庙就叫乐政市 因为地方的名字就叫乐政 那呢 这任伦伯杰去到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写下了广论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了解, 所以42次 你也知道 你不要在一起, 你坐在你身上, 你坐在那裡的 你坐在那裡 你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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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那裡. 那至尊仁波切去到了热正寺这个地方 那当时大佛中他底下 他到西藏 到西藏的时候 他带了一尊不动金刚佛像 那这尊不动金刚佛像 就是热正寺的主要供奉的佛像 那这尊仁波切中科巴大师去了 去了之后引起了这尊佛像 好的供奉之后在佛像的尊前 发了大的愿望 广大发愿望 广大发愿望之后 在一个月里面 他就不断地就能够就拜见到 大佛尊底下 大博士总顿巴 印度的许许多位的大博士 在一个月里面他拜见了很多 那拜见到大佛尊阿底下 大佛尊阿底下把手放在 至尊仁波切的头顶上说 你能够把佛教广大的发扬开来 在这个方面我会帮助你 就有这样一个事迹 哦 哦 那所以呢 至尊伦伯佳就去了 去了这一个热正寺这个地方啊 那就写下了这一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了 那现在热正寺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大家去朝圣 那朝圣的时候呢 现在呢也没有看到什么屋子 到底以前 至尊伦伯佳在这边写书 那时候有屋子没屋子 也不太知道了 因为现在都是遗迹而已嘛 那去了 格西说他去了 去了也很多人去 因为就很多人去那边朝圣圣地嘛 所以只有看到很多的哈达 现在那里 那有一个做 有一个法座 就供养了哈达 所以呢自尊伦伯佳在这里写下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呢 就广论的宗旨 内容的宗旨来看的话 然后每个句子都非常的奇特 那每个句子非常奇特 原因的是因为啊 里面都谈到呢 法义的关键 法义的要点 关键之处了 那呢在特别是呢 配合实修上 需要的内容都有 所以呢在配合实修上来讲 等于是一个大缸 一个缸药 已经把它浓缩 集合成为缸药了哈 所以那当然是非常的奇特 所以呢自尊伦伯佳当时写这一个广论的时候就有 不地道次第就有广品略品就有了 都是自尊伯佳写流传开来的嘛 所以那道次第广品略品都有了 那以后 以后就有很多的注解 所以那在三区格鲁派里面来讲 后代的博士很多啊 就针对呢 菩提道次第广品略品啊 后代后代博士习的注解就很多了 后代证 什么都在说 所以就这个福地道次第广论而言呢, 因为它主要的是开始禅修的办法, 所以就大家来讲了, 好好的去阅读阅读的话呢, 那帮助一定非常的大, 这个毫无疑问了, 所以如果要做禅修的话呢, 那当然不用讲, 那当然一定要好好的去阅读一下, 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内容, 如果好阅读的话就会发现了, 至尊的摩执在里面的开示, 就每个句子每一个词句每一个词句, 就每个词句每一个词句来讲, 都是无价珍宝, 因为里面都开示到关键重点, 每个词句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想一想就知道每个句子都是无价珍宝。 那当然要做这些, 但当然要做这些, 都要做了很多事情, 都要做得更多的, 如果要做出这些, 就这样做出了很多事情, 就要做出了很多事情, 都要做出了很多事情, 所以是非常奇特殊胜的,那日尊仁波切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讲,跟其他道次第类型的书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殊胜非常不一样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这种书籍叫道次第书籍,那道次第书籍,四大教派每个教派都有,而且都很多,就这种类型的书,叫道次第书籍,所以如果说大家能够在残修上面有需要,那应该努力做残修,就要把广论然后的阅读阅读的话,对自己的残修一定会非常有帮助。 那广论本身它的根据是大佛伦那底下所写的菩提道巨论,菩提道登论,那以菩提道登论作为根本,这就写下了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道次第类型的书籍。 那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阐述的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也可以这样讲说呢,菩提道次第广论可以说是其他道次第书籍的根本,也可以这样讲。 因此,因此, nasıl了解? 所以如果有些人生在家, 那些人生在家。 那些人生在家, 都在家。 那些人生在家, 家里生在家, 家里生在家。 那些人生在家。 那么, 接听伦伯切,我们说了多少个时候, 对? 就是,我说了。 哦, 那就至尊仁伯切来讲, 其实他的遵守 他的年纪没有到很大 因为他元级的时候是63岁 所以63岁来讲 年纪当然也不是很大 但是从他的一辈子里面 比如说撰写论典 开示教法 其实弘扬圣教 在西藏 在西藏把佛陀的 圣教显秘二者的 圣教广大发扬开来 这个方面的四字经 那不用讲 那是非常奇特殊胜 所以如果说 大家把 这一个自尊仁波切 主要开示的 譬如说 菩提道次第广论 他要阅读阅读 那就能够了解了 那就自尊仁波切 他的事迹 形怡 他所写的书籍 广论 书甚至处 大家如果好好读一读的话 就会非常了解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 今天就讲解到此